这是我见过最银河的说媒 许凌军没想到 郭匹子真给他带个媳妇回来 去了川上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草地卸牛羊 温革时期 年轻的许凌军被打成右派 下放的西北牧场学习改造 可即便是苍茫辽阔大草原 又化不开许凌军心头的孤独与忧伤 早些年前 他也曾沐浴过新中国的阳光 在人民的呵护下 茁壮成长 立志成为新中国的好青年 毕业之后 因为师资匮乏 许凌军留下任教 可突然的一天 一封大字报 就将许凌军定死在了右派的池语柱上 下乡在即 同行的老师安慰他 可许凌军却明白 或许其他人还有机会重新工作 但自己不会了 民国末年 许凌军作为许氏大家族的掌房找孙诞生时 喜血长鸣 天降吉兆 有欲言称 许凌军这辈子一定会安享富贵 可上天就是如此造化弄人 许凌军还很小的时候 自由关了个父亲 终是忍受不了封建婚姻下 话不投机的妻子 离开去了美国 而父亲走后不久 母亲也欲结病逝 只留下一个小小的许凌军 独自成长 几乎没想过资本的福 长大后 却吃尽了资本带来的苦 许凌军躺在马厩里 遥望着蓝天白云 心里满满都是绝望 而挂在牢眼下的马绳 更像是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解开了马绳 打算了结此生 幸好一匹马儿走了过来 让他感受到了一丝游恋和宽慰 转眼到了1962年 许凌军解除了劳动教养 去走已经无家可归 最终 他也选择留在了梦场 村里的董大爷 悄悄就替他挂好了门帘 骑炼山上 月里吹下来的缝 可走进屋里一看 也是家徒四地 勉强能够遮风避雨 聊着聊着 大妈端来两碗肉通通的面 两碗都是给许凌军的 吃饭不想家 许凌军感动得热泪盈眶 以后要用什么呀 就到我们家去拿 住到一块的就跟一家人一样 渐渐的 大自然和劳动 以及这些制品的村民 成了治愈许凌军的良药 让他觉得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一开始他不会骑马 村里的老乡立刻沿船身脚 几度寒来蜀网 许凌军也终于可以熟练地 支撑在草原上 只是那几年 每次约到洪秀庄游行的时候 他总是心有余悸 让他去专政组的论令下来 还不得许凌军自己犯愁 村民们就替他想好的借口 等队长下来执行的时候 大家串通一气 成功将许凌军留了下来 这样的日子 一句平静祥和地延续着 直到这一天 郭匾子突然给许凌军送来了一个姑娘 清晨的鸡鸣 吵醒了熟睡的姑娘 姑娘看了一眼暖和和的被子 又看了一眼地上的许凌军 许凌军的新婚之夜 就是这样度过的 那天 郭匾子在村口看见了一个陌生姑娘 一问才知 姑娘名叫李秀之 是从其他手套荒来的 郭匾子心下觉得可怜 转身要走时 却被姑娘一把叫住 大叔 哪没有行好的人 你不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 我能干活 郭匾子一考虑 决定再帮姑娘一把 我还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 郭匾子匆匆跑到许凌军家里 老许 你要老婆不要 哎 你要老婆 只要你开进口 我等会儿给你送来 许凌军只当他是笑话 那你就送来吧 郭匾子倒是乐开了花 当天就要给他张罗 哎 你准备准备 今天晚上就东方花租业吧 嘿嘿 此时的许凌军还根本没有当真 没想到下午的时候 郭匾子真的令人到了许凌军家里 孩子们还围着秀之转悠 想看看老幼的老婆 到底是什么样 郭匾子给许凌军介绍 许凌军一脸尴尬 什么都好 就是穷点 不过越穷越光荣吧 他赶紧把郭匾子拉到一边 让他不要再开玩笑了 可郭匾子笑里惊人 直接从兜里掏出了两本钱混证 这一下 连反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郭匾子交代一句 好好过日子 就要转身离开 离开前 还把那群看热闹的臭小子 全部赶走 看什么 没看过你爹你妈结婚 屋子里 只剩下许凌军和秀之两人 为了缓解尴尬 许凌军给秀之倒了杯茶 锅里的热粥煮好 只有一份 他便让秀之去吃 秀之要和他分 他担心秀之吃不饱 只分走一点点 平时家里就他一个人 连不动一动碗筷都没有 他却随便扒了两根枝条 用作筷子 秀之笑出了声 转头递给他一个勺子 两人喝着热粥 聊着秀之的家里 可聊着聊着 秀之却哭了出来 许凌军不懂安慰他 只是把碗接过来洗 结果 秀之却过来把洗碗的工作 抢得过来 他边洗着碗 边问许凌军 这附近有没有楼局 秀之说出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认定了许凌军这个人 认定了和他这个家 可许凌军不明白 还以为秀之思想心切 吃过饭 许凌军到外面喂马 等他回来的时候 秀之已经累得睡着了 于是 他将屋子里的灯点燃 一晚上 火光照的屋子亮了堂堂 暖晃红的 第二天一早 秀之醒来 看到睡在地上的许凌军 心里一下被触动 哭了出来 呼声吵醒了 屋说中的许凌军 他以为秀之又想家了 于是把自己全部的积蓄拿出来 打算让秀之带回家 可秀之却误会了 你是不是 嫌我长得丑 许凌军一下子急了 赶紧解释 我是用派 可秀之却并不在意 他们说 你不是坏人 然而一句不是坏人的评价 却让许凌军心里 无限的委屈倾泻下来 等平静下来 他和秀之的双手交握在一起 两个算是 确定了彼此的心意 山花烂满 骏马奔驰 村民们商量着 给许凌军和秀之 办一场正式的婚礼 婚礼当天 董大娘把自己家里的双人锅 送给了秀之 其他村民也都凑了些钱 让许凌军给秀之买几件新衣裳 等到村民们离开之后 父亲俩才发现 他们还留下了两袋米 和一篮子的布票和粮票 之后 许凌军经常需要外出放马 秀之子在家里 将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 地上跑的 天上飞的 每一样都咬得油光水滑 甚至 他还拖了两千多个土胚子 说是要新建院子 连许凌军也不知道 他哪里来这么大的创造力 等许凌军回来后 秀之挥着鞭子 说下次 要和他一起去放马 一去十来天 连马都想家了 人也不想家 许凌军才明白 秀之正是在称怪自己 去得太久 不过 只要三言两语 他却又被哄好了 没过多久 秀之就生了一个儿子 几年过去 儿子已经可以和秀之 一起去给爸爸送饭了 而这年 随着刺害被除 许凌军终于得以沉冤赵雪 上面不仅给他补贴了500块钱 更是安排他到牧场的小学教书 一份简单的通稿 却是20年的沉沉浮浮 许凌军泪流满面 回家之后 他将一幅中国地图贴在墙上 秀之啊 从今以后 我们就和大家一样了 转眼到了1982年 这一年 许凌军的父亲 带着亿万身家 回到了中国 而他这次回来的目的 就是要带许凌军一起走 你爸爸在美国是什么干部 资本家 也叫企业家 那有很多钱咯 可能啊 人家说他是亿万富翁 说起亿万富翁 秀之不济思考 一意究竟是多少 许凌军给他解释 大概相当于一万辆汽车吧 此时 听着夫妻对话的儿子 突然打闪 阿姨 带去赠 秀之语重心肠地教育他 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 花得才有意思 才心里安逸 不是我们自己的钱 一个也不要 孩子虽小 但却也听懂了 乖小地点点头 那天晚上 大儿子睡下之后 许凌军问出了内心的担忧 要是爸爸 叫我到美国去怎么办呢 可秀之却很笃定 他不会走 因为他舍不下村里那些孩子 舍不下锅匹子 董大爷这些村民 最重要的是 许凌军舍不下 自己深爱的祖国 你可以把它摘下来 装在口袋里带走 可那是空的 麒麟山你背不走 大草原你背不走 第二天 许凌军买了两包枸杞 让许凌军给公共带去 而许凌军担心许凌军 要再留给他十块钱 可许凌军却说 家里要什么钱 穷家富禄 你带上吧 就这样 许凌军踏上了 续建父亲的旅程 随着飞机平稳落地 秘书将他带到了父亲面前 三十年未见 比起感动 许凌军更多的是不适应 趁着许凌军去洗漱的空档 父亲告诉秘书 他一滴眼泪也没有掉 变得冷冲 当天晚上 父亲不由分说地 准备好了晚餐 就这三个人的一顿晚餐 居然花掉了八十块钱 许凌军回去之后 就把秀之让他带来的土鸡蛋赶紧藏起来 之后 父亲带他去舞厅 您看 北京也跳起第一次阔了 可许凌军心如乱麻 根本没空享受 我这个儿子和他感情沟通是非常困难 他好像比你还老 不久之后 父亲就向他坦白地来意 想要带他领衣开 看了许凌军的犹豫 父亲以为他还在恨自己 可许凌军却说 我们国家走到正路上了 我愿意和人民一道来爬这个坡 明白了他的心意之后 父亲也不再勉强 只是拜托许凌军 父亲终于要回去了 临走前 他让许凌军多寄些孙子的照片过去 当年没能在许凌军身上尽到的责任 他希望能在孙子身上 虐有弥补 送走父亲之后 许凌军终于又重新回到了草原上 这里 有他用汗水浸过的土地 有的患难与共的亲友 还有他相濡以沫的妻子 这里 是他的根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一部1982年的电影 却拍出了现在所缺乏的纯情与质朴 从前车马很远 书信很慢 一生只够爱一个人 如果大家感兴趣 可以去看看原片哦